我要用悠遊卡付費 到商店消費 以悠遊卡或者是悠遊信用卡付款 越來越普及 不過如果要刷退可以嗎 有民眾在網路上抱怨 表示到咖啡廳消費時 原本是用悠遊卡結帳 後來發現使用特定信用卡有折扣 因此要求取消交易 改用信用卡付款 結果店員卻告知他 悠遊卡交易不可刷退 然後裡面有個悠遊卡功能 按第四 第五個 貴貨交易 然後請消費者把悠遊卡放到上面 我們就可以完成退貨交易 其實不論是使用單純的悠遊卡 或者是附有信用卡功能的 都能夠刷退 而退的錢會直接加值到卡片裡頭 看看這張單據就能一目了然 設備在你要退貨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狀況 沒有辦法用加值的方式 加到悠遊卡裡面去 店家就會採用用退現金的方式 目前悠遊聯名信用卡 發卡量以前三大銀行來看 就將近有八百萬張流通 普及度並不低 提醒民眾消費時可要記得 悠遊卡跟信用卡一樣都可以刷退 以確保自身權益 記者前如恆章 紅台報道